南大甲府中心 今天一期半秋季的江州客金 半江店内 将近总共有200多万 有726个个客厅 可以得到帮助 当中的记者虽然说 环境不好 但是每一位的表现都很优秀 清楚是胜利兄的小萱 最近才刚才得到 冠军的千秋比赛冠军 让人一起配合 那我也期待我们今天的办法 是未来要让我们成为 更好像在座的这样子 可以回馈社会 南大甲府中心 伴侣出席中做学金电力 其中受众的小萱 心动在男性家庭 身体不好的妈妈 必须自己采用私的孩子 为了让妈妈感觉安慰 小萱在各方面都相当努力 就妈妈最近很辛苦工作 所以我那个 有没有更努力 有 有得到什么样的成绩 有得到那个千秋第一名 然后合唱特优 那以后呢 以后我也努力继续 小孩 真的是小孩子也很听话 也很真心 那你会觉得很辛苦 为他们这样 为了孩子都很值得 辛苦也很值得 很高兴今天拿到南大甲府中心的这笔奖学金 我会用来只要补习费 然后平常在学校上课的话就是 早上在学校上课 然后下午就会到补习班补习 为了协助教育学生安心设施 我们的家库中心 每学家都必须向社会国家 都比几百万的装作学金 来减轻学生家庭的教育 家库中心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带领孩子有很好的发展 出质中做学金 今年已经是47周年 我们也要好重心 对着感谢生心理事的关键 和好与社会国家 一起来关心育成疑地 帮助经济育成疑 记者险时尊报到